一个柠檬能喝一个星期左右,常喝能减少黑斑、雀斑发生的几率,让肌肤美白。 它还有补钙、减肥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柠檬是一个用来杀死癌细胞的神奇产品,它比化疗强一万倍。 它的口感是愉快的,而且它并不产生像化疗一样的毒副作用。 它对囊肿及肿瘤产生影响。 这种植物被证明能够补救所有类型的癌症,比世界上通常应用在化疗方面的化疗药物阿酶素产品好一万倍,它减慢癌细胞的生长。 柠檬的功效 柠檬性温、胃苦、无毒、具有止咳生经、屈属胺、疏痴、健胃、止痛等功能利尿、调剂血管通透性,适合服肿虚胖的女生。 吸烟者要多吃柠檬,因为它们需要的维生素C是不吸烟者的两倍。 柠檬热量低,且具有很强的收缩性,因此有利于减少脂肪,是减肥良药。 柠檬能防止心血管动脉硬化并减少血液粘稠度。 热柠檬之家蜂蜜对治疗之气管炎和鼻咽炎十分有效。 甘地润肺、酸的消渴、开胃解酒毒、美白、润肤、降低胆固醇。 冲泡剩余,可涂在面部治疗面斑、粉蜡。 柠檬的其他13种用法,总会用到。 一把一茶匙柠檬汁均匀喷在水果和蔬菜上可以洗掉农药和杀虫剂和毒素,让你吃到放心的无公害食物。 二柠檬有杀菌作用,嗓子发炎后如果用盐水漱口还是没用的话,那么试试清柠檬吧。 三夏天垃圾桶很容易产生难闻的异味,将用剩下的柠檬片或者柠檬皮扔到垃圾桶的底部,异味就会消失啦。 四有时候苹果片切好没多久就变中了,客看着都不想拿来吃了,那么几点柠檬汁上去。 柠檬汁将苹果和空气隔开后苹果就不会氧化了。 同理,牛油果酱也是一样的。 五我们每天吃的很多食物中都带有防腐剂和工香料,它们会留在体和血液中,而柠檬可以有效地清除这些体不需要的异物,是血液更加纯净。 六觉得生菜有点疲倦了,扔掉吗?不,将生菜浸入混合了半个柠檬汁的冷水中,然后拿出来放回冰箱,等生菜表面的水干了以后,生菜会重新变得脆脆的哦。 八把柠檬汁抹在皮肤老化形成的雀斑上,15分钟后洗掉,你就不再想要去买那些贵的要死的化妆品了。 九将柠檬汁与水以一冒号三的比例混合,冲洗头发,然后在阳光下晒干,头发就会泛出有亮的光彩。 实在干燥的冬天,怎样让自己的房间又香又有湿度呢?放一碗水在暖气上,里面加入柠檬汁,肉桂,小编一定会省去这个,闻着头疼,丁香和苹果皮,不仅香味仪,增加的湿度还可以让皮肤水水嫩嫩的。 十一不需要美甲湿也可以好好护理自己的指甲。 将半个柠檬的汁与一杯温水混合,将手指浸在溶液中五分钟后再用刚才挤干了柠檬水的那半个柠檬皮仔细擦拭指甲,会让指甲看起来更明亮白皙。 十二用柠檬汁来回擦拭鼻翼可以导出毛孔中的黑头,用柠檬水洗脸可以去角质, 晒伤后用柠檬水擦在脸上可以快速降温。 十三用柠檬水漱口可以有效地杀死口腔中的细菌,如果咽下去柠檬水还可以让口气长时间保持清新。 小编翻译到这儿整个腮帮子都酸得不行了,脑补得太具体了,做完柠檬水的口腔清洁几分钟之内要再用清水漱口, 因为太多的酸性也会伤到牙齿。 柠檬真的对女生超好的,这样的盛品你还不知道就太可惜了。 不妨把这个分享给好友吧。 柠檬通 bold颜值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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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